洞房花竹叶 婆婆却让新媳妇去给钱儿媳守灵 国秀二话不说 换上麻衣 跪在了灵堂前 这一场婚姻本就是交易 国秀没什么好抱怨 丈夫回屋睡觉 只把不待见她的妻子留了下来 云朗讨厌后妈 独自坐到了一旁 这一夜 侯母心里十分不安 生怕新媳妇对孙子不好 等她过来查看时 发现国秀正轻轻地帮云朗盖被子 侯母这才放心地离去 国秀在灵堂前一直跪到天亮 起身时双腿早已不听使唤 侯母将一切全看在眼里 出逼那天 云朗抱着一向走在前面 国秀披麻带笑跟在后头 谁家新媳妇像他这样 国秀却没有一句怨言 处理好葬礼事宜 国秀去寻简所询问 为什么二百两银票交了 父亲还没放出来 此刻侯母正对着下人发火 新婚头三天 怎么能让新媳妇出门 话音未落国秀板着张脸 走了进来 侯母虽然喜欢国秀 但这番话也太不给婆婆面子了 在我的主场 休想拿捏我 国秀说完甩脸回屋 侯母记得让乌妈赶紧把国秀打出去 乌妈却只是偷笑并不行动 一语点醒梦中人 侯母也知道侯家这样的伤骨大户 女主人确实不能是个软柿子 想通之后侯母乖乖去寻简所 让人放出了金妇 金国秀也终于放下心来 安安心心当侯家媳妇 可豪门的日子不好过 第一道难题便是继子给出的 生母好做后妈难当 女人头一次上门就被继子吐了口唾沫 第二次进门又被继子咬了一口 如今亲手做好饭菜端给继子 继子依旧不领情 你怎么还来在我们家 我是你家明媚正娶的 你妈把你交给我了 以后我就是你的妈了 呸 国秀没有计较 把饭菜放到云朗面前 谁吃你做的饭 拿住一口吧 不吃那就饿着 反正总有吃的时候 国秀虽然头一次当妈 可也知道孩子的臭毛病不能惯着 于是直接将饭菜倒进了垃圾桶 宝贝孙子闹绝食 侯母心疼坏了 打算去看看云朗 侯母一听 嗯 确实有道理 那就不管他了 然而很快云朗就在学堂饿晕了 国秀虽然着急 却依旧不肯让步 想要吃饭可以 必须吃他这后妈做的 不把这臭小子制服了 以后还不得翻天 国秀端着饭菜走进房间 看着床上小小的背影 一时间有些心软 他告诉云朗 自己小时候也没妈 知道没妈的滋味 无论国秀说什么 云朗一直没有反应 但眼角的泪水早已说明了一切 国秀走后云朗终于起身 狼吞虎咽吃了起来 国秀在门外看到这一幕 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不久后 国秀为云朗做了一件新衣服 当着猴母面云朗乖乖穿上 转个身 却将新衣服剪出几个窟窿 猴家一向注重节俭 这样的败家子 不打他个皮开肉绽 难道还留着过年 你呀尽管打 黄金棍出好人呢 打打打 得到婆婆命令 国秀拿起鸡毛胆子 气势汹汹就要揍人 可云朗却失踪了 猴府上下直到天黑 才在坟前找到他 原来孩子是小妈了 国秀再也下不去手 今年春节就让他穿这个 云朗是没妈的孩子 他要是穿上了补丁的衣裳 那些坏孩子 会觉得他没人疼 没人爱 会欺负他的 敢没让我 我再给他做件新的 你不就是他妈吗 婆婆终于打心眼里 认可这个儿媳 次日便决定 带他到商号露个脸 头一次坐滑肝 国秀心里直发慌 紧紧抓着不敢松手 半路正巧遇见云朗 被一群小孩欺负 国秀顾不得害怕 一脚跳下滑肝 驱散了几个小恶霸 这么久的事被人瞧见 云朗心里感激 脸上却挂不住 侯母知道国秀是真心对待云朗 感到十分欣慰 可他却忘了 国秀刚嫁进门时 自己是怎么对他的 新媳妇头一次回娘家 只带了一盒点心 婆婆都要打开检查 生怕偷了他家东西 接着又解开包袱 一阵饭找 国秀 国秀知道婆婆是把自己当贼仿 可豪门媳妇不好当 再大的委屈也得忍着 虽说是个少奶奶 国秀却过得连下人都不弱 每天擦洗屋子 挑锤做饭 一样也不能落下 儿媳妇毫无怨言 婆婆喜上眉梢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对儿媳的考验 婆婆将国秀带到商行 介绍给伙计们认识 又把侯家生意 一一为国秀讲解 最后还手把手 叫他学打算盘 国秀十分刻苦 白天练晚上练 哪怕深经半夜 家里也能听见 噼里啪啦的算盘声 一贯冷漠的丈夫 看他的眼神已开始变了 然而长时间练习的结果 就是好端端的一双手 愣是连菜都夹不住 人筷子都拿不稳了 这孩子面前像什么样子呢 云朗嘴上不认这个后妈 心里却早已把他当成了一家人 婆婆心里更高兴 祖传的生意经 一股脑突露给国秀 这时伙计匆匆来报信 云南出现了土匪 没人敢做生意 朱宗同油的价钱全在跌 婆婆一听就急了 手里这么多现货 可怎么办呢 既然现在朱宗的价格这么贱 咱们趁这个机会 为什么不收近一点 低价囤积 涨价在卖出 这样的思维 怕不是穿越过去的吧 可是这些货出不去 家里就没有闲钱了 这好办呢 侯家一共才四个人 伺候的却有几十个 让那些在岗位上混公灵的 到乡下去收货 至于收货的钱 先找银行带一点 婆婆听后大为满意 侯家这哪是娶媳妇 分明是娶了个财神 国秀在家里混得顺风又顺水 婆婆直接拿出钥匙 整个家交给他场馆 然而好景不长 金富的意外出现 却扰乱了国秀 平静的生活 这个我们下集再讲 点赞关注不迷路 明天接着看好剧